位在石门水库水源区的复兴区民 因为地势陡峭偏远 因此自来水管线普及率低 全区只有三名里一到十林 以及责任里为自来水供水区 不过即使位在供水区 遇到冬季供水期 复兴净水场供水量降低 水压不足导致供水不稳的问题 我们住山山的水 水又吃不到 外面的就有水 像冬天都很难煮 因为供水期的时候 比较麻烦 如果说像到四月 到十八十月是应该没问题 会不稳定 就是再加强一点 应该是更好 为了解决枯水期水压不足 用水供应不稳的问题 桃園市政府经发局陆续架�设加压站 目前已完成新丰加压站 紧接着内炸加压站也将完工 而原山加压站因为土地架构问题 预计在六月才会开工 另外今年也将进行 进来水管 盐管工程 完成之后 整个复兴区自来水 就可以完成整个工 从山下进水厂 可以一直送到复兴箱 那今年盐管的部分 我们会针对 一国派就是三明里 十二到十九零的部分 我们会设置盐管 复兴区三明里十二到十九零工水盐管工程 工程总经费五千一百五十七万元 桃園市政府规定需先取得当地住户过半以上的预缴金才得以动工 但根据区公所统计两百八十八申请户中已有一百六十户左右缴交 因此工程预计七月开工 接下来也计划在罗浮霞云平等地进行供水盐管规划 提升自来水供水普及率 原事新闻是许交融 桃圆复兴台北市采访报道